两个月前 我们到深圳一所学校选择变形机的主人公 初二年级 一个叫一文诚的男孩 很快进入我们的世界 妈妈吵架 她要干什么 我就偏不干什么 这个学期 搞得数据还不及格 上学第99分 都没注意听 一直发呆 随便乱想 想怎么有一点去火星 我们班里有几个比较 吼笑的好像 然后就叫得很大声 我就心情更烦 我就好烦 但是真的 好像有点缺氧的感觉 你买过多少个手机 差不多六部 买过一部回来 然后也被爸爸当场摔爆了 任性 夜学 幻想 焦躁 手机控 这是医护沉流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可能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少 半个月 你眼睛马上发亮了 这么爽 半个月到二十天左右吧 不用上课 对啊 看来不用上学 是击中义护沉最有效的炮弹 可不到十分钟 他就反悔了 一家专门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讨论义护沉到底要不要参加变形 他在老边去脚踏受伤了 这又怎么办了 离医院又远了 反正我坚决不同意 他认为在家里理所应当的 妈妈给他收拾这样那样的 吃饭还叫他端着手上 没那个 这孩子应该去体验 我赞成 我双手赞成 我心疼他 心疼他 如果他转变好了 妈妈比谁都高兴 我们大家来举手表捐好不好 去扎成辅成去的 举手 扎成 扎成 扎成都说 就让他去学一下 干脆是整木裂成的那个样子 好不好 不要不要不要没事 不过去一步 过几天就回来的 过几天就回来了 好 见了吗 见瓜 孩子毕竟是孩子 新鲜劲一过 一虎沉一如既往地打瞌睡 开小差 找同学聊天 搅口香糖 完全当老师是空气 中午深圳下起了毛毛细雨 气温骤降 一虎沉的爸爸 特地跑到学校给儿子送衣服 顺便说服儿子参加变形计 儿子的态度让义爸爸很无奈 他只好把衣服先放在班主任老师那里 按道理 遍天有老爸来送衣服是一件温暖的事 一虎沉却气不大移出来 竟然冲出课堂躲在了洗手间 父子两个长时间交涉后 一虎沉总算平静下来 一爸爸到底有什么灵丝妙妙药安定儿子 爸爸给你开出什么条件 iPhone4S 之前斩钉截铁的说no 在一部iPhone4S面前就变成了yes 我们一方面理解一爸爸的良苦用心 同时也对这种讨价还价用物质解决问题的方法 深表震惊和忧虑 接下来还有让我们更震惊的 在网上有同学对我们选中以胡称非常反感 小流氓 公子哥 这样的评语着实让我们有些意外 这个孩子的身上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为了对叶虎沉又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趁他不在的时候做了个小调查 不管每个人初次见到他都是那个大大的眼睛 虎头虎脑的 看起来是不是很可爱 因为他就是不听话 他刻上就是要做自己的小事情 他有的时候他又会特别会讨好人 老师是有点爱不释手 但是呢 把他抓到手上还有点刺痛的感觉 上个学期 易虎沉在班上连续引发了几次打架事件 期末快结束的时候 同学们集体写了一封匿名信 易虎沉被评为全班最不受欢迎的人 差点被学校开除 学校的寝室一般睡六个人 易虎沉是个例外 他的寝室只有两个人 我还把我调到一个跟一个肥仔一个数字 猪五八八 很臭 然后就好像要隔离我的意思 其他这种活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他那老师叫倒垃圾 他垃圾还不到 生活老师看见易虎沉就头痛 你生活老师凭什么管完 你生活老师是什么呀 你不就是一个生活老师吗 他就是这样子 我不喜欢人 我就真的到 谁的衣服 把衣服捡起来 挂在那个床头那里 不知道是谁的 抹布 哪里的衣服带吗 不行吧 本人就是抹布 你自己看一下 这些视频都是我们安装在易虎沉寝室的摄像头记录下来的 这位同学因为看不惯易虎沉不打扫房间 两人起了争执 这时老师过来了 怎么打呢 继续 看得不爽 看得不爽 那我看得不爽 我可是不是可以打你 你少动我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再说一句 再说一句唱 说你别动我 懂不懂 怎么了 动你不得呀 是啊 我打你了吗 谁呀 我打你了吗 我打你了吗 是啊 我碰你了 我打你了 我叫你找起来 有错吗 是啊 不爽 每次采访前 易虎沉都要用随身携带的小梳子梳头整理发型 一个人的形象最重要 形象给人家第一感觉 他比较容易埋葬一个人的心理 易虎沉的臭美全效文明 对他来说 没什么比面子上的事情更重要 为了保持苗条的身材 易虎沉经常不吃米饭 吃完饭就马上站着 理由竟然是怕屁股变大 易虎沉的妹妹易容今年十岁 也在这座学校读五年级 妹妹的形象问题也让她很头痛 不是想改造一下她的 她的鞋子太臭 不爱洗澡 谁说我天天都洗好不好 除了练杂技好不好 那易虎沉爱不爱洗澡 我以前洗四次 还一瓶的鞋子 易容想表演一段杂技 易虎沉又开始满脸的不情愿 他以前更厉害了 现在变胖了一点 这个从中间都看着好傻 一个人好像神经病了 爸爸拿一个网络网视频 又给我买过iPhone 6 还记得节目一开始 易爸爸给易虎沉送衣服 不料儿子大动肝火 让人不可理喻 易虎沉的爸爸是湖南少养人 也是农村孩子出身 13岁的时候被人骗到深圳打工 靠捡垃圾维持生活 后来靠着自己拼命 总算创出了一片小天地 开了家五金工厂 生意一直不错 因为自己吃过太多的苦 易爸爸在物质方面 从来都是尽量满足孩子 易虎沉也觉得爸爸赚钱很容易 久而久之 就变成了学校著名的公子哥 上初中后 易虎沉迷上了研究手机 短短一年多时间 他买了十几个手机 13岁的易虎沉 成了半个手机专家 说起手机 他的口才丝毫不逊色于购物频道的导购员 优点就是操作简单 努力上手 喜欢的朋友不妨试试 这部是iPhone3 这是用苹果自带的系统 这部就是我最喜欢的 给MHCC接触续面 非常的逊 他用的界面是Sense 3.0 现在可以更新到3.5 易虎沉要去云南了 全家人一大早 就开始帮他收拾东西 我带手机 我求你啊 不行 你去到那里 你会没解释的话 你如果这次拿手机去 大家只讲话 承诺都没有 对 我不拿 我觉得一定要拿人家 我iPhone4s 感觉怎么样 你回来一讲 哇 老爸 阿伯太多了 我这个手机 我真的我不想要 你想啊 讲好的小兄弟 请他吃饭唱歌 为义虎沉践行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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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帮我来 然后 帮我去 卖茶叶 卖茶叶 卖茶叶看菜 好了 就出去上学 然后中午回来 给爸爸妈妈做菜 帮你 帮她们洗澡 带着一家人满满的牵挂和期待 义虎晨出发了 到了四毛 还要再坐三个多小时的汽车 义虎晨明显没有了刚出发时的兴奋劲 一路都在打瞌睡 车子拐上了去中坡小学的小路 义虎晨一下来了精神 真棒 不会吧 怎么啦 欢迎欢迎欢迎 义虎晨的花生如影 祝我们的友谊山的青松如影 万个场景 这是我们的友谊天长第九 你们都改灯了 有 这的话一定要保留起来 你多少多大吗 六岁吧 六岁 你多少岁 十三啊 哇十三啊 不会吧 这边特别啊 不会啊 多十几年行 那就是学校 心里很酸 很酸 很酸 学校怎么这么小呢 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跟这小孩子还挺好相处的 你过来就跟我说话 我会记住你的 谢谢安娜姐 就是觉得她挺慈祥的吧 很激动啊 一开始觉得好惊讶啊 他们怎么会来接我 而且还有个人拿着锅里敲 也超惊讶 我就觉得很 还是这里的人超纯洁 对啊 我们的教育在这边 太阳如果很热的话 怎么办 就是你知道 要是树树上两杯 我跟牛子起似啊 对啊 这就是我们睡座 等一下 你要睡这儿的 过关好日子的深圳少年公子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夸张表情 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 还要那个一点 每个一点 还要 还要差一点嘛 觉得 哎呀 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看着就觉得心很酸 刚想到家里面那个时候软床 突然就觉得一对比 就觉得哎呀 心里毫不踏实 学校里只有两间寝室 男生一间 女生一间 床板是几块破砖头搭起来的 垫上一张破草席 铺上一床烂被子 兄弟集合啊 一虎城毫不客气地敲向学校的大钟 大家好 我是来自深圳的一虎城 给你们带来一些礼物 谢谢啊 谢谢 袜子 小笔刀 铅笔 都是爸爸应一虎城的要求准备的 还有旗 哇 旗 旗 旗啊 旗 一虎城把带来的礼物 一样样地发给大家 这包大白兔奶糖 是妹妹易容悄悄塞进来的 师傅城是一虎城在中国小学的第一个朋友 第二个给一虎城留下深刻印象的同学 正被奶糖的沾牙弄得狼狈不堪 初次见面 一虎城直接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小黑 今天我为大家表 你表 我要放进去 你唱这些歌 大家唱一歌 1937年来 归此就行了重远 比起吴总统走的那天 大家只会唱小白兔乖乖 小黑 大概是中坡小学最有才的孩子 趁一虎城熟悉学校的功夫 同学们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 就连碗也有人送到手里 一虎城丝毫不讲客气 大山里的第一顿饭 他似乎吃得挺习惯 让我们对这个公子哥的适应能力刮目相看 晚上自习课 王老师给大家布置了一篇作文 一虎城写得很认真 同学们却对他充满了好奇 我今天在这边玩手机 玩手子 玩手子 你现在的手机呢 毛布袋带 然后皮子皮皮皮皮 咻咻咻咻 我两次抓了五十次 才被开除 你知道这瓶子是什么瓶子 比银子吗 大体大师 请问你 你就说鞋子子才忘 好 鞋子 子忘 想到那些多少钱吗 紫白啊 七百 还不凤啊这 山里的孩子 自然无法想象 一虎城花七百二十块钱 买鞋时的淡定表情 就在这时 我们的监控录像 拍到了让一虎城 再也淡定不起来的一幕 快去啊 快点快点 你小心点 你干就行了 打死你 老鼠对同学们来说 司空见惯 他们把书包挂在墙上 老鼠就咬不到了 这把老鼠咬不住 要拿跑吗 就要打 就要打 大哥 真 真 别打了 别玩了 别玩了 不知道 是因为累了 别比我 别比我 还是 又想起了最害怕的老鼠 一虎城 没有跟同学们打道 安静地躺下了 早上七点 照了一晚的月亮 悄悄地钻进了云雾 伸出来的那点微微的亮 似乎还要和白天做个交接 孩子们的自然性非常准实 你放帅子 一虎城还在穿鞋 师傅城就帮他把被子铺好了 山里孩子的懂事总是体现在各个细节 山里的孩子没有用牙膏和毛巾的习惯 随便擦把脸就算洗漱完毕 一虎城显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好在师父曾答应下午回家找个牙刷给他 下课了王老师去喂猪 以前猪都是吴宗洪帮他喂的 但对一虎城 王老师显然没有信心 他宁愿自己动手 这太不顾字了 你怎么搞 我教你 我教你 这样 你的亲 都在这 你这样帮他师父曾 就这么做了 小 不要 猪死了 你也干死了吧 你们煮饭也 还得煮呢 煮饭 又换 你 我现在这白色鞋子好容易装 换上蓝色 师傅城怎么也弄不明白 城里来的孩子讲究会那么多 要三双鞋子换着船 在他的全部的尝试里 一双鞋 一年可以穿到头 特别是这个头发 真不知道有什么好输的 不好 他有点像女的 又输 别输了 听过来 今天天晚上坐在那 我转过头看他 就往后看到那个女生 王老师在洗骏子 他怕一虎城吃不惯洋瓜 起个大枣 去山上摘了些菌子 有虫子 真的有虫子 看好好的吃了 看 小虫子 一虎城吃了两大碗饭 这一条谁都没有想到 在家时 吃米饭对一虎城来说 就像吃药 一虎城的筷子 没从菌子锅里移开过 还有两个菜 还有两个菜 我吃不惯 而其他同学的筷子 基本没往菌子锅里伸过 这一顿 一虎城吃得很爽 建于昨晚的老鼠事件 王老师组织了一次全校的大扫除 王老师给一虎城布置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冲厕所 由他的好朋友师傅成协助 不过 他很快就想通了 这牛孩 来 闭上眼睛 老鼠 喂猪 冲厕所 不能刷牙 不能洗澡 这一切 似乎都在挑战这个城市 公子哥的忍耐极限 至少让我把头发弄一下 这个要弄一下 不然我不配合 何必那么残忍 大家都是朋友 他们没有洗过头 我看到他们头发 白色的东西好棒 你再给我挤一点点 好不好 一点点 我们没有答应一虎城的哀求 既然是互换到农村真实生活一段 那就应该入乡随俗 还好一虎城的注意力 很快就从头发转移到了肚子 这么想吃肉 快说 你们把肉藏到哪个地方去了 没有 藏到哪个地上 这个没有 有 拿着煮沙了吗 找我们拿刀 趁在夜里 一刀下去 下 还是倒在地上 把肉吃 晚饭的菜 还是那该死的阳瓜 又是阳瓜 米粿 米粿 米粿里面 哪个米粿 谁的 不是 不是我的 是弟弟的 这批牛奶是吴宗洪出发之前 买给妹妹和弟弟的 姐弟俩没舍得喝 一直放在米箱里 如果梦游的话 梦游 打开 你干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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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袍过后 同学们挨个儿洗脸 情绪高昂 一虎城却很烦躁 昨天下午 师傅称送了个牙刷给她 却不附带牙膏 你牙膏都没有 只能用盐刷呀 妈 重刷呢 中午 有同学打小报告 易胡晨在洗头发 我们问她 从哪里来的洗发水 谁偷你们的啦 拍下你们有没有少咯 没洗干净呢 没洗干净就不洗了咯 她似乎对昨天 我们拒绝提供洗发水 还没有释怀 甚至完全不顾我们的良苦用心 放心啦 绝对百分之百不是同学 同学就是全家了 易胡晨背对着镜头在抹眼泪 很明显 她在和我们赌气 看到我们的时候 她总是装作若无其事 易胡晨趴在床上 她的抽气让我们有些心痛 变形才刚刚开始 这才是变形的第二天 她能够坚持下去吗 整整一个中午 易胡晨都闷闷不乐 王老师见她不开心 建议同学们带她去抓鱼 易胡晨的郁闷似乎有点缓解 至少晚上有鱼吃了 这将是一件多么令人向往的事啊 不过发型 不过发型也还是很重要 站在水中央的大石头上 她也没忘记梳头 鱼没抓到 这个叫罗汉的同学收获了一只小螃蟹 抓几个 易胡晨的情绪 似乎以多云为主 你看 她居然对中坡教学的历史 和王老师的奋斗历程 产生了兴趣 这家创办了多少年 这个学校 从第三年开始创办的 丈夫啊 女儿 我的丈夫就是昨天回来 那这个呢 给我没有熬那个 对 我是这里的 王老师 对对对 她真的没有肉丝吗 我好饿 你好饿 可以 来 我给你吃的 算了 来吧 不是他体验生活 来 你的好业我信你了 你去就跟他去 来啦 去走 这个可以吧 可以可以 这个是越南的油渣 油渣跳 这个也可以吗 可以可以 这个是小小铁饼 好可以 油 这个油 好不用不用不用 这个够了够了 有有有 来 这个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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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有饼子了 原来 彭老师就是王老师的丈夫 他们的女儿前几天结婚 彭老师下山参加女儿的婚礼 王老师因为要上课 没法去 回来的时候 女儿给爸妈 烧带了些吃的 正好解了一虎成的嘴馋 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就等于你们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个学校 我们就是 现在就成为有名的副次小学了 要是我再答应你的话 应该会想办法逃跑 应该会想办法逃跑 我们想象不到 这样一所学校 居然有将近50年历史 彭老师16岁 小学毕业 就来到这里当老师 从学校到县城有30多公里 这里十多年前不通路 六年前不通电 山上的生活清平淡调 代课老师走了一波又一波 在我的前面是可能来这个学校已经有12位老师了 王老师比彭老师小11岁 他来的那年还只有19岁 花样的年华 当时很漂亮 现在也漂亮 小小山村也走出了好几个大学生 就连怀孕临产的时候 他也坚持上课 我的爸爸那个女孩要生了 我孩子叫人 我孩子叫人家转 坐月子也是在学校 女儿一满月 王老师就开始上课了 我们这个地方坐月子 他要白酒 子弹那些 都没有准备 然后他们村民 有自家 他们就有的就是 排来了日博 都用白酒 排来这些 然后子弹送来给这些 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些老百姓 这些老百姓 现在彭老师已经56岁 还有四年就要退休了 四年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中坡小学也将隐退在这大山的深处 扎根大山三四十年的夫妻老师 把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奉献在了这窄窄的三尺奖牌 献给这些可爱的山里孩子 王老师的故事居然触动到了城市公子一虎城 这一点还是让我们颇感欣慰 曾几何时 在深圳 他当老师是空气 觉得老师上课是咆哮 觉得生活老师是课心 觉得学校是那么的无趣 但是在这里 面对不会唱歌 不会英语 还带着隆重相音的山村老师 他开始了倾听 开始学会换位思考 并开始提味道感动